波音公司在星期一說將會從明年一月起暫停止737 MAX 客機的生產 這項決定是波音公司在芝加哥舉行為期兩日的董事局會議上作出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在上星期宣布 在印尼與埃塞俄比亞墜機事故造成346人喪生後 不會批准737 MAX 飛機飛行 航空業專家施維特曼說 波音公司說停產可能會持續到整個2020年 但並不打算解僱在華盛頓州西雅圖斯以南的倫敦工廠內的12000名工人 但這項決定肯定會影響到波音公司在全球900間供應商中的部分企業和美國經濟 波音的股價在星期一下跌4.3% 每股部327美元 在收市後的交易當中又下跌1%